为什么拍摄银河系中心黑洞这么难 这就让我家狗给你演示一下 围绕着银河系中心黑洞的尘埃团转速更快 就像是你在拍一个快速移动的猫猫狗狗 还真的很难拍清楚 那如果尘埃团的运动速度慢下来 得到清楚的照片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所以说啊 即便这次拍摄的黑洞 比第一张黑洞照片的目标近了千倍 但恰恰因为这次的黑洞在我们银河系内 大量的尘埃气体在黑洞中为高速运动 反而不利于拍摄 但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两张黑洞照片 都不是光学意义上的照片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